Lulu 日前与好友一同到北海道旅游 不料出国前却发生不少突发状况 其中包括Lulu带送护照 改票又花了15万元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 却又被海关怀疑带了非法的物品 一群人被扣留了9个小时 该影片一出 许多网友批判说到 为什么旅游前不先做好功课 对此Lulu也在留言区亲自回复说道 这支影片单纯只是要提醒大家 可能也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很多在国内合法正常的东西 在其他国家就是会有疑虑 但只要配合检查就没事 随后也整理出几个近期 自己到日本旅游的提醒 没想到有网友在对留言说道 你们难道是不知道减肥药 中药是不能随便带到国外的吗 都几岁的人了 连个基本常识都没有 一番话让Lulu说道 我们最后平安归来 东西也无过援助 这代表物品没有任何问题 在过去的经验中 带了一样的东西也都没事 这次比较不同 不过他们有疑虑 我们也就配合 最后也再次强调 该影片主要是温馨提醒 并没有想要影战 在网路上发言 还是不用这么激动哦 就有这个时间 还是比较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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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